看完了太空授克的各项实验 我们再来关注太空育种实验的落地成果 2021年10月 54颗樱桃优良真木种子 搭乘神舟13号载人飞船 在太空遨游了183天 开展空间微重力条件下的大樱桃育种实验 这些太空归来的樱桃种子现在怎么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到陕西同川市樱桃研究所去看一看 在陕西同川樱桃研究所的实验田里 200余粒太空归来的樱桃种子长势良好 这些种子返回地面后 又经过沙藏 催芽 沙盘播种等一系列工作 已于近期移入大田 马哈利CDRE是陕西省樱桃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人员 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自主选域的新品种 通过开展这次大樱桃太空育种试验 使樱桃种植区域摆脱气候差异的限制 终于有望成为现实 这次太空悬域这个珍木的目的 就是通过太空这个特殊环境 快速悬域出我们需要的抗寒 耐旱 耐岩碱 清合度高 风产性好的游览珍木 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西北地区 特别是内蒙 渔林 新疆 极汉 极寒 极端气候频发的地区 达到生态效益好 经济价值高 社会效益好的目的 据介绍 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 太空育种的最大优势 在于空间又变材料的变异率高 育种周期短 可在相对较短时间内 创制出高产抗病 早熟等性质优良的种植资源 与此同时 航天又变也存在着极大的随机性和不可控性 又变性状可好可坏 因此地面选域极为关键 地面选域需要进行多代筛选培育 包括优选处理 稳定性观察 群体比较等一系列筛选试验 这一过程通常会持续数年 下一步的话 咱们这个工作分两步 一个是通过这个境间走回繁育 保留太空种源 第二个是通过大强栽培繁育 第一代太空种子进行播种嫁接 在不同品种 不同地区 进行适应性栽培选培 筛选出我们需要的抗寒 耐旱 清合度高 风闪性好的优浪真目加以推广 不澄大量的电视频 不要动不再带来 不澄似 费持续 不澄似 盛力的 不澄似